拍啊 没有 我说就不要叫拍一拍的啦 好 另外我们有关于 这个武汉肺炎的最近消息 我们也有这个一手的掌握 要来听众给观众朋友 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这个商其实震撼了 台湾的很多人之外 有关于日本的演艺圈 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担心 日本七十岁的邪心 智村健 大家应该都认识吧 他竟然确诊了武汉肺炎 对啊 他招牌的名言就是 大丈夫ですか 大丈夫です 但是看起来真的没办法 大丈夫です哦 因为呢 在这个地方七十岁的智村健 他感染了武汉肺炎 根据他周遭的亲朋好 告诉媒体的这个言论是说 他其实一度住进了家户病房去 而且呢 他住到家户病房之后 虽然是说病况有逐渐好转 但是呢 状况还是不太乐观 是不是因为他在前阵子的事想 有特别去关注一下 他有开过刀 所以身体状况本来就不是很好 是不是 他其实在四天之前 因为胃部有长了息肉的关系 所以还接受过了内视镜的手术 所以医生据此表示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手术过后 他抵抗力变得比较差 所以因此感染了武汉肺炎 而且说到了肺炎 智村健其实在2016年时候 也因为肺炎诸国院 有可能他在这方面就比较弱了 但是重点是他这一次不是轻症 根据了解在朋友这边的透露是说 他已经需要用到所谓的人工呼吸器 我们来关注他也是在日本这边 第一位艺人确诊的 好 但是也因为资尊舰染疫的状况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日本这边有关于疫情 真的是情况也很不乐观 因为在日本演义圈这边 他们也引起了一阵恐慌 因为资尊舰的感染源也不知道 但是从这边的分析的角度 我们就要来看 那有关于冬奥 现在也确定要来延期了 对 因为昨天的此时此刻 只有传出冬奥要延期的消息 但经过昨天晚上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跟国际奥会的主席 通过视讯电话之后 确定要把它延到明年的7月 再来举办 就是因为现在日本的疫情 真的还蛮严重的 光是确诊人数已经来到了1212人 死亡还飙到了52例 但是思想我要来问你的事 冬奥从以前开办到现在 是不是从来没有答应对方延期过 其实奥运从开办到现在 这一次是首度延期 而且其实过去日本主办的几次奥运 都碰到了一些状况 比方说上一次是因为战争而取消 而这一次是因为瘟疫 而必须要来延期 那在这个延期的过程当中 其实日本政府也是多方思量 尤其政治面 经济面 更是必须要谨慎考虑的部分 对 如果这次延期的话 他们的损失是不是也很惨重呢 对 因为其实光是损失的部分 你就想想看 第一个选手培训要不要钱 也是需要钱 再来原本今年预估的一些收益 当然就是已经打水漂了 而且其实冬奥的这些选手村 到奥运结束之后 都必须要来当作是 那一般的社会住宅 已经出售出去了 那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如期交屋 是不是也必须要有所谓的 租物补贴等等的 所以你把这一连串的东西 加起来之后 日本媒体就推估 大概是1700亿台币的损失 好 我们来关注这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在台湾这边的消息 第二批从武汉包机 回到台湾的民众 终于度过了漫长的14天 今天解除隔离啦 大家都相当开心 因为总算回家了 发红包拍手吃面线 对 因为真的要把这个煤气 给好好过一过 好不容易盼到了第二批包机 又好不容易隔了14天 大家都是平安无事 给他这样子出来了 所以你就看到有人发红包 然后把你压压惊之外 吃个面线 过个煤气 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个好运 那再来我们要带你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解封的时候 有很多感人的画面也出来了 怎么说呢 像比方说 有很多人感谢政府 在这段时间被他们的照顾 所以有人就用亲笔 写下了一封信 来感谢像是陈时中部长 还有医疗人员的辛苦 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现场 三月四我们还在想说 那如果这第二批的包机回来了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 有所谓的第三批 第四批 但似乎接下来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因为你看在大陆这边 湖北跟武汉即将要解除封锁 在湖北这边是3月25号 在武汉这边是4月8号 等于是说受困在那边的台湾人 他们即将要回到台湾了 而且昨天指挥官陈时中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他也说了 如果当地解封 台湾人可以自行回台 但是是不是有人逆时中了呢 而且这次逆时中的人是谁 就是行政员长苏贞昌 为什么昨天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因为3月25号不是什么时候 就是今天 对 湖北就可以解封了 那如果说在陈时中 讲这句话之后 是不是所有的人就可以赶快要 想办法回到台湾了 因为像比方说 我有认识的人就受困在湖北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就没有想到昨天在行政院这边的话 其实媒体也有问到苏贞昌院长 他告诉大家说 其实湖北这边回来的人 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像陈时中 部长所讲的这样子 还是一定要寻包机模式来回台 因为以现行在那个中央流行疫情 指挥中心的规定来讲 包括你是在湖北武汉 或者是湖北省境内有旅游史的人 你唯一一个回到台湾方法 就是透过包机 OK 那到底包机的方式 就算今天包机好了 他们也有一定的规定 像是他们现在讲了 就是要踩这个血友病童的模式 第一个一定有医护人员的随行 加上口罩跟防护衣 一样还要踩分舱的模式来返台 但是今天有一个话题 我觉得蛮适合大家来讨论的 现在疫情最严重的是哪边 现在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其实并不见得是在中国大陆 只要以他们内部官方的数字 公布的状况来讲话 或许不是最严重 最严重反而是欧美 因为我们讲到 血友病童模式是什么 因为其实包机的话 其实比较好处理 因为反正就一整批人 全部一起回来 但是血友病童是什么 还记得当时 就是只有他妈妈跟他两个人 这样子搭了一般的飞机回来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血友病童模式 那好 如果说湖北的人都可以 都要循着这种 血友病童模式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这样 散客散客散客这样跟着回来 那我们医护人员的成本 到底要耗费多少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中国大陆都要尚且如此 那请问一下 如果从欧美地区 回来的留学生们 是不是也该比照办理 这样我们的防疫工作 真的能够做到好吗 因为现在欧美这么严重啊 那如果欧美也要 这样子做的话 应该是说 如果中国大陆要这样做的话 那欧美是不是也要这样子做 这跟政治没有关系哦 是按照现在的 疫情状况来说 你不觉得其实也挺有道理的 对啊 所以其实你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一定要特别来注意 就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 也引发了两岸之间的口水战 像比方说 因为其实在昨天跟今天 这一段时间的讨论之后 目前大概就是以这种 优先谨慎 还有严格的方式要来对待 那所以说在国台办这边 就认为说 我们的行政院 似乎在散布所谓的假消息 感觉中国大陆疫情还很严重 所以呢 他就直接把这个东西叫做 苏氏谎言 而且叫做政治病毒 呼吁台湾当局不可以再这样做 但是行政院的发言人 克拉斯 他也是直接来反呛国台办 告诉大家说 那中国大陆 你现在讲的这些论调 其实都完全背离国际的认知 如果你这样子撩狠话话 其实对大忌完全无异 OK 甚至马英九前总统 这时候也跳出来 他说如果今天像苏丹章说的 被助记的国人一定要包机 那助记就像是黑名单 那为人权的话 应该是要把这个助记 这个东西给撤销 我觉得有时候撇开政治来说 但是还蛮有道理的 因为现在欧美就最严重 因为所以我们防疫的东西 一定要是同样的标准来进行 因为否则这样子 政治角力的话 就会模糊焦点 我们来看看 好 今天是我们先把镜头 转到美国这边来 在美国这边有人说 他有可能成为 接下来的重重灾区 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哈佛校长现在传出 他也确诊了 对 因为既白宫有职员确诊之后 现在连哈佛校长的夫妇 也是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 不过很严重的是 他们两个人的感染源 目前也找不到 对 重点是 他们从三月初的时候 就已经在家工作 所以他们说 他也很少跟外面的人接触 他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中标 就连他们自己得知 自己确诊的消息的时候 就连他们自己 也都非常非常的惊讶 而且你想 这么高知识分子的人 他们一定对于自己的保护 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对吧 对 而且刚刚应同讲到 为什么美国会变成 可能接下来的疫情中心 就是因为说 现在美国的疫情 就由从子弹列车一样 快速的飙升 病例数就像等比级数 这样子往上成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从美国这边的人 又再散了出去 尤其美国又幅员广大 这病毒就是这样 传来传去很严重的 对 如果再这样下去 其实对于经济面来说 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在他们企业这边 就已经产生一些效应了 对吗 对 因为其实像很多企业 他们现在要嘛就是放无薪假 要不然接下来 他就是希望说 你就干脆直接离职 请你走路了吧 比方说我们今天带您 来看到这个案例 他是一个小型的 算是酿酒庄园 就没有想到 他们老板 他们员工 也只不过20人不到的规模 他们就必须要裁掉 13、4个人 其中还包括这名老板 4个儿子都在裁员的名单之中 一起来看看 还是想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被居家隔离的话 你在家这14天 要怎么样耐得住寂寞 而且我觉得我应该要来 培养个第二专场吧 或许如果说 哪一天真的电视台 像他们那种 国外的状况 必须要全部这样子 居家隔离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 开点书直播 跟观众 say hello吧 好 我们来看看 在美国这边 真的就是有主播 在家必须要接受 14天的居家隔离 他们真的是 耐不住寂寞 直接在家里面 转播了起来 一起来看看 激洋专业的播报声音 画面却是 小狗赛炮 小狗冲播中 重点配上震惊的播报 变得超级搞笑 但不只有它 拿个餐店出来 也可以这么热血 美国体育主播在家 简易太无聊职业 并发作 用转播比赛的方式 来播报日常生活 让人笑完了腰 接下来我们带观众朋友 来独家直集 俄罗斯跟澳洲这边的情形 我觉得这两个国家 可以说是两样情 在俄罗斯这边的状况 似乎真的是 还蛮乐观的对吗 对 俄罗斯这边的话 我们透过一个 华语导游在街上 带我们看一下 实际的状况 他们发现说 几乎没有人在戴口罩 对 因为俄罗斯 总统普丁就输了 因为俄罗斯早在 在1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关进了中俄边界 而且他们对于 有旅游史的高危险族群 有大规模的裁剪 因此他们也成功阻止了 武汉肺炎的大规模传播 那他讲是这样讲 当然我们要实际去 街上来走一趟 那刚刚世祥坐的这个人 也带我们坐了一趟公车 带我们走了一趟超市 发现所谓超市里面 也没有像是其他国家 所谓的抢扣潮 他们驾上的东西 也是满满满 坐了一趟公车 公车上的人 也没有戴上所谓的口罩 这个恐慌的情绪 似乎是少之又少 就跟着他的镜头 我们走一趟俄罗斯 总统普廷就跟你说 我们没问题 但是在澳洲这边 连他们的总领 就直接跟你警告说 在这种疫情的状况之下 可能会导致 他们这种经济 大萧条时期的状况 可能会重演 因为他们的政府 其实已经给了 所谓大约台币 3.38兆元的援助方案 但似乎真的没有成效 我们这次要来看的是 所谓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澳洲这边的黄金海岸 通常都是人满回换 而且你去到那边 就是海浪声 然后小朋友的嬉笑声 我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 时去走了一招 大家一靠近之后 就是告诉你 我们今天关门 没开不好意思 对 所以你就看到 我们画面上面 几乎街上完全没有任何人 就你要想要饱餐一顿的话 很抱歉 你可能也只能回家吃自己了 好 我们来看看在这边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时候 大家都说川普是狂人 试想我们来聊川普好了 其实川普一上任之后 其实开了大家的眼界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 你有看过一个 这么狂的总统吗 而且甚至媒体 都直接用一个字来形容 叫unpredictable 叫做不可预测的 因为发现说 他今天好像跟中国大陆很亲近 隔天又打起了中美贸易战 他到底的立场是什么 没有人摸得透 对 前几天 他一直对于这个 中国这个武汉肺炎 或者是新型冠状病毒 他对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他一直非常的不屑 他说我就不要叫他 新型冠状病毒 我就要叫他所谓的 武汉肺炎 甚至我就要叫他 中国病毒 甚至在这个讲稿上面 很任性的化掉 就叫他中国病毒 甚至就是要给大家看 但是他在今天 突然来个态度大转弯 在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到底为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